有台南發一位飲料店金山藝 因為創辦人洗澡的時候 可以吃海鮮 所以在飲料店不會去藝麵 竟跟魚鋼一起順當來搭配 將新鮮的海鮮食材 在上中用廚房 竟發出又是有好喝又又好吃的藝麵 香酒豆讓人視覺重溫到淨漢 吃下去竟是感覺到溫溫的海鮮新鮮 現在正君跟他人愛上款 以及將現起一波比時的風調 就是比平常你在外面吃的東西 都還要豐富這樣子 對 然後他這個麵的話 其實大四喜的這個裡面 它是雙人份的麵類 所以其實他會比一般的還要大碗這樣子 只看著蝦仔 燒蟹 蚵仔 白鯉 還有晚上 上海鮮店 或是日本料理店的食材 求店家百貨的空地 出貨意味上 還有最新鮮的蟹黃湯 煮到後面獎 生鮮一頓 很好吃 又拿出手機來賣出來的海鮮意味 今天的話呢 我們是推出主力的 最近在主打的商品 主要就是干貝 鮭魚軟 今天出來是有一個是乾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蒜辣麵 就是麵的基底 然後這是辣的 那這邊的話是原味的鍋燒湯 這邊的話是我們北極田蝦鍋燒液麵 然後這是我們的主打就是爆蛋紅蟳鍋燒液麵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裡面的軟 我們每一隻螃蟹裡面呢 都是一定要有充足的軟 我們才會出餐給客人 假設說我們今天在廚房裡面呢 是沒有 切開這個紅水湯裡面沒有蛋的話 我們是不會出給客人的 我們會直接打掉 因為我 我小時候我剛才會去吃海鮮蛋了 我剛剛海鮮是那種比較昂貴的東西 但是我們會覺得說 過山麵是一個平價的東西 但是我們覺得說 這兩個綜合下來 我們會希望說它是每個人都吃得起 而且不昂貴 而且又可以做得很浮誇 大家都可以用以平價的東西 平價的價錢去享用昂貴的美食 這樣子來 可以讓大家可以享用這一道餐點這樣子 買飲料店面 算來上就是更有海鮮的意味 某某的海鮮實在意味 去玩意 創板人 小孩想要吃海鮮的時空白境 像我平均價少兩百塊 就是要讓我們一個人都可以吃到海鮮 不管是東北的小鮮 還是東桌的蚵子 不像每一歲都吃得出新鮮美酒 這就是我正在想改期彩虹報道 再講吃和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 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